又把我拉回士林 第一單要把我拉回士林 5.9公里啊各位朋友 我才不要我不想回去 士林喬多山多 難送的要命啊 對腳踏車來說 當然士林有一位腳踏車夥伴還蠻強的 對他來說上陽明山輕輕鬆鬆 現在是4點37分 我剛到明珠西跟中山北加口 接到一單 龍安街迷克夏送中山區 2公里45塊 各位朋友我開始單道了 開市了開市了 那我先去取我的開市單 各位朋友 算是運氣還不錯吧 剛剛在送餐過來的途中 就又接到了一個疊單 疊三張 一百多塊錢 核算一張不到四十塊 不過我是覺得無所謂 反正今天我就是 確定就是要把那個燙獎拿到 所以我也要充十九燙的燙次 那麼 況且這三單 送的範圍 收送的範圍都在我的手臂範圍內 所以我是覺得無所謂 都在林申北 跟那個 簡單來說就是 北溪跟南溪這個範圍 都是我的手臂範圍 所以我覺得OK 那我就把它切起來 放起來 一下子就衝到四單 那種感覺也是 挺好的 今天我就要衝十九 十九單 努力衝一下喔 廢話不多說 我現在要往這個 林申北路走 先去收餐 我現在在哪裡 吉林農安 各位朋友 我在吉林路上 三單都取好了 三單中有兩單是大單 所謂的大單是 東西很多的單 這兩單是 同一間飲料店 十三杯飲料 跟五杯飲料 現在這個大包很重 另外一單 就只有一個小小便當盒 差真多 這樣子 其實這樣算起來 風好大 我先想辦法衝過去 這個風大的地方 那麼其實這樣算起來 這個 一百多塊錢 其實是 有點便宜喔 不過沒關係啦 反正我今天就充單量 今天的目的是 把這個燙獎拿到 這樣子 好啦 廢話不多說 我現在快要到客戶 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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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了 各位朋友 我在中山助人店全聯 中山助人店 這單是好客 只有五樣東西也買袋子 讚 各位朋友 我在通話街這邊 其實或者是經過啊 因為我要送一單到基隆路一段區 這樣 三百多號 今天呢 我一下就被系統 往這個 往大安區 信義區 可能是因為我昨天晚上在這邊逗留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順其自然吧 今天還是以這個 跑完這個 燙獎為主要目的 各位朋友 我要去拿大潤發的 這單很大 17樣 這間大潤發呢 就很棒 拆成兩個人啊 這才是優質啊 各位朋友 剛剛全聯那一單 那單大單 他拆成三單 哇 真是太優秀了 然後呢 一單一百多塊錢 真是超級棒啊 三位司機 一人一百多 哇 真的是賺翻了賺翻了 然後這單一堆泡麵啊 然後零食啊 這樣子 沒有買袋子 沒有買袋子 既然都是袋裝泡麵啊 那我就直接拿啦 沒有買袋子就算啦 這樣子 反正就到時候 丟丟在客戶那邊就好了 不管啦 好啦 我要專心送餐了 豬輪街到了 好啦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東興路上面 剛送完手邊這一單 然後到客戶那邊的時候又接到一單 不過那單有點誇張 為什麼呢 因為要送過橋的 送過橋的話 價格呢 呃 才六十多塊錢 也不太漂亮 所以我就沒接 所以現在手上沒單的狀況 那既然是八德路四段啊 然後東興街啊 離101挺近的 那我就決定 乾脆就往那邊走走看好了 現在是8點25分 這樣 那邊應該多少會有點單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去那邊碰碰運氣 好 那麼準備過馬路 嗨各位朋友 剛剛才結束錄影 馬上就接到完規字面松菸的 那完規字面松菸的話 從這邊過去就有點小挑挑戰 這樣子 我得先轉到市民大道上 這樣子 然後再從市民大道那邊彎進去 前面右手邊一點點這樣 不過 騎腳踏車嘛 簡單啦 小試一裝 從這邊要從前面的紅綠燈左轉 然後切進去 這樣子 好啦 這單一百多塊錢 可能又是一大包 好啦 那我準備過馬路 好 各位朋友 現在我在忠孝東路五段的巷子裡面 正在往這個 信義商圈前進 這樣 我剛剛又接到一單 所以我現在是 第二標 已經跑了四趟 那好我差六趟 我就可以領那一標的趟獎 現在是9點01分 我想說 反正我人已經在 信義商圈了 不然我在這邊 窩窩看 窩一下 看看這邊有沒有可能讓我 完成這個第二標 這樣 感覺好像要衝 衝那個燙槳 一直往上衝是有點恐怖 但我覺得反正 就試試看啦 沒有就算了 反正都 跑了那麼多趟 其實肚子有點餓 也不知道會不會給 就是不知道那個 系統會不會給 我看到有一位夥伴 騎電製的夥伴 去聊聊天 好各位朋友 我現在仍在圓環旁邊 剛剛送我最後一單到 這附近 這樣 現在是10點08分了 所以我下線了 因為我最後一單到了 已經送到的時候 已經是10點05分了 然後坐個電梯上去 然後再下來10點08 其實差不多前後 差不多10點08前後 不管 那麼我今天呢 就是順順地跑 跑出了29趟 沒有錯 就拿到了兩個 拿到兩階的燙槳 這樣 按照UberEase的這個慣例 下禮拜我的這個燙刺應該會被往上衝 那我就這個 虛心接受吧 我也不能講什麼 反正今天就跑得很順 今天基本上來說算是無縫 算無縫 這樣 幾乎沒有讓我等 就是 大多數是我送到的時候 下一單已經在等我了 再不然我送到之後 馬上又一單出現 這樣 那當然在這中間 好像有兩趟還是三趟 是有稍微 等個 等個幾分鐘 但是都沒有等很久 都還蠻快的 所以今天 我認為算無縫 我認為應該算無縫 所以 今天就晚上 這個 就跑出這樣的成績 自己是滿意啦 自己是滿意 因為今天真的順順的跑 今天我也沒有特別挑單 然後今天很多 很多的夾單 很多夾單 又要疊單 都可以啦 夾單或疊單都可以 要不就兩單 再不然就三單 這樣子進來 那 其實這樣送起來 還算OK啦 這樣子 好 其實我還沒有吃飯 非常的餓 剛剛在跑那個什麼 剛剛收送到哪裡 我有點忘記 哇 那個店家那個超香的 那個香味撲鼻啊 直衝腦門啊 然後引起我腸胃咕嚕叫 受不了 只好一直灌水喝 我剛剛又灌掉一罐了 真的很挑戰 挑戰我的這個食慾 好啦 不過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昨天晚上我有稍微就是 量一下我的體重 我今年 今年年初過完年 二月多三月的時候 我還九十一公斤 昨天呢我已經八十八了 九一九十 八九八八 減了三公斤吧 是三公斤 九一 四公斤啊 從三月跑到現在 算是三月 沒有呢 正確來講不能講三月呢 因為我三月四月 我還在騎電池呢 騎電池等於沒有運動啊 等於是從五月開始 五月開始跑 就是那個騎那個電斧車跑 五月六月七月 才兩個月喔各位朋友 真的 假設你有心想要減肥 那 我是建議你可以 考慮來騎腳踏車 跑Uber Eats 那就 這個 到Uber Eats去 登記一下 然後準備一台腳踏車 然後開始跑 你順順跑 現在白天很熱 那你當然不要跑白天 那你就跑晚上 那晚上你也不用像我那麼拼 跑個什麼四五個小時 不用 兩三個小時應該 大概喔 跑他兩個月 你就會很有感啊 這樣子 體重很有感 好啦廢話不多說 那我要 先去找東西吃 我真的是太餓了 我現在餓得 其實有點昏昏的 有些人餓肚子脾氣不好 我餓肚子是想睡覺 這個很不行 好啦明天繼續